欢迎来到老铁频道 12月21日了 昨天比特币突破了 你们是不是有很开心 但突破了现在我都不懂他干什么 我就今天讲这10个吧 然后我从比特币开始说 这有点纠结了 我都摸他这个庄家会不会很坏蛋 一般这种三角形突破 回踩可能是继续飞了 但有多一个可能性也是他先回归这条趋势线 4小时才继续飞 两个都是我觉得 目前整个牛市以多为主 空单真的是比较危险 所以两个方式 一个是你们可以等这种回踩趋势线 直接去抓一个多单 4万3左右 或者你们是可以去祈祷去拜拜 看那个市场会不会给你机会 他走一个ABCD 再回到趋势线上给你去接盘 我也不知道哪一个会发生 如果知道的话我就是亿万富翁了 那看吧 比特币属于高价我不去接 但如果我想要做多的话 我今天可能找一些还没有跑多少的必去做多 等下分享有几个我看到觉得还不错的 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 USDT这一波也是真的有点像重演 你看恒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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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然后这边是下跌类似一个 等一下 应该看一小时 你看这边有一个曲线 曲线嘛 然后下跌回踩继续加速 现在这个情况我感觉真的有点像也是 恒恒恒恒恒恒 然后打破支撑回踩 那下一波是不是也是去加速加速加速 真的不知道 反正我觉得有点像 所以还是觉得目前状况以多为主 找到现在没有跑多少的吧 那些飞很多的 你现在抓也是晚上睡不好 等下有几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可以考虑 以太坊 以太坊 以太坊我真的不懂后背下来玩这个形态 有回来是好事 没有回来的话 那也只能这样 那如果我们不要看形态 我们以多一个方式去看 简单的去实现支撑 昨天他又回来接人了 然后那个量砸下来的量也是挺大的 不懂是不是庄家在这边大量的买货 以太坊当他爆发出来的时候会很夸张 只是他一直不爆发 你看比特币这么高了还这么低 所以希望有机会把你们 这个警报如果以太坊再下来 2165 2160 这里 看能不能接得到 下一波可能会非常容易 还是以多为主吧 还是听你们的 那个抓那种短短的空蛋 晚上也睡得不好 你抓到好的支撑的多蛋 你晚上睡得很好 因为目前是走牛市 B&B走了一个ABCD 可是这个我也不敢空了 所以我也不想做什么 看看 看看就好 这个这个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他妈的我笨蛋 不要讲这个了 下一个这个没有东西讲 这个 ETC也是不错 这边是一个支撑1支撑2 然后最近他弹的有点高了 这个你们也可以考虑 回到趋势线支撑 可能可能是这样吧 昨天插了一针没有倒 可能今天再横一下 20块这个level可能终于要拉盘了 不知道 可能ETC是其中几个还没有跑多少的 这个永远是最慢的物归了 所以有时候你抓到他 他全部人跑了百分之五百 他才跑百分之五十 所以ETC他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人关注了 OK Falcoin健康 昨天拉了一波砸下来 拉了一波砸下来 今天早上比特币挑战一点 他也是挑战到回到支撑 518左右 这个我觉得应该会继续的拉盘 这个也是还没有跑多少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至少我觉得跑回六块钱应该不难 跑到更高的话更好 六块 六块零四 完成一个蝙蝠 至少走一个这个吧 Lucky的话走一个螃蟹 还没有跑多少的 还有这个ADA 你们可能会很喜欢的 这个 还没有跑多少 这个你买入的话 你止损设在五六左右 三毛钱 赌一个春天 这个不错 拉拉拉 分散筹码 横一横 我觉得这个有机会 最后三个 还没有跑的 还有这个 这个可以考虑啊 四小时 看到啊 支撑 支撑 然后这一波砸下来 有亮有亮 所以考虑一下 LTC 真的拉盘的话有感觉 这个今年已经坚惨了 很多人叫我讲这个不 INJ 这个打针打针 injection 什么鸟呢 这个也是大牛逼 所以不要做空 等它回到支撑去接多 不错 OK link也是还没有跑多少 这个也可以考虑 这个支撑跑很多了 然后横了很久了 庄家累积筹码 应该累积的七七八八了 下一波拉也不懂会拉到什么level 这个考虑一下 还没有跑多少 做多的话 只损失在 13块6以下 那可能可以抓到一波 没有了 再讲最后一个吧 这么短 因为我今天醒来有点短 这个ZRX 有人昨天介绍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漂亮 上拉 横盘 可是今天这个价格 我觉得显态有点贵了 所以我是期待 装家再炸多一波 可以去到355左右 这里让我接盘 这个我觉得长期是看多的 这个比我没有听过 所以市值也可能很小 炸下来的话 再支撑去接它 应该是不错的 好啦今天就说到这了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